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套基林卡伦海滩 正在运营中的精品酒店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蜜蜜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酒店的位置非常好 步行100米就到达卡伦海滩 同时呢它又紧邻整个卡伦的核心商业中心 所以非常的便利 这个酒店呢建于10年前是一个丹麦开发商的一个项目 在疫情之前它的运营数据非常的好 因为疫情就暂时关闭了 今年1月份呢又重新开放 这个酒店呢共有57个酒店房间 业主的售价呢是2.8亿太住 但是有很大的可商谈空间 我先带大家来看看这个酒店的现状 我现在呢就开始给大家介绍 这栋酒店就是我右手边这一栋六层楼的白色建筑 在我身后大家能够看到就是卡伦海滩 步行走过去非常非常的近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酒店目前的这样一个现状 其实这个丹麦开发商的项目 在我的视频登录啊 给大家介绍和它其他两个公寓项目 它有个共同特点 占据最好的位置 都是海景啊 离海滩非常近 但是它的里面的装修品质 看看吧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来到的呢 这底下这一层呢 是整个酒店的一个大堂部分 那个酒店呢 是从今年1月份啊 开始恢复了运营 但是内部的这些装修呢 嗯没有改变 还是10年前的这个风格 它这个酒店呢 除了这个中间的接待大堂部分 在我身后这里啊 是它的餐厅部分 就是给客人提供早餐的这样部分 因为现在是淡季在一个刚刚开放 它的这个客人也不是很多 所以餐厅部分还没有开放 只是酒店房间开放了 这个是提供早餐的这个 整个餐厅面积非常大 能够容纳几十人同时就餐 这个酒店呢 它其实是有两个餐厅的 这是一楼的这个餐厅部分 然后整个大堂呢 也带大家走一下 我们进来大堂会看到它整体的这个设计啊 装饰风格呀 还是比较偏老旧的 但是呢 它的优点是它的位置真的非常好 紧淫卡伦海滩 疫情之前整个普吉岛市场火爆的时候 这里是全满的 房间都是全满的 看观完整个大堂部分呢 我们继续往前走看一下整个酒店它的一些功能配套 这个右手边是楼梯通的 左手边是电梯通房间的 我们看身后的这些部分 这也是可以卫生间 这里这是它的一个功能房 主要是有一个房间 需要带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还有配套的健身房的 我们走进来 这些地方是水布草间 这里是整个酒店的一个健身房 这个健身房呢 不算大 但是我们进来感觉它并不大 它非常巧妙的墙上全部装满了大镜子 延伸了整个空间 并且的这个器械该有的也都有了 还可以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去楼上看房间 整个酒店呢是共有六层 我们现在呢来到其中的一层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的这个酒店房间呢是有四个户型的 其中呢普通的这个单间有38个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最小的标准的单间的这种房间的一个户型结构 这个小单间呢它的面积呢就是25平方 整个酒店的一共38个这样的房间 这样的房间走进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就是啊普通的这种有一个双人大床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配套的这个卫生间 我们可以看一下哈 淋衣啊这个洗手台都有 但是这个小的这个房间呢 呃该有的都有大床电视机 非常小的阳台 通过这个阳台呢我们还能看出去这边的这个风景 不错的是它的景色还行 嗯有山然后往前面呢有一些小的海景 那这个房间呢就是在这个酒店里是数量最多的 拥有38间这种标准的小房间 那么我们进来房间呢给大家的这个感受 它的房间装修标准就是视频当中展示的这一样 它的真的是因为十年的这样那个年龄哈 它的这些设计感呀铁家具啊 它都是比较普通的 如果你要接手下来想要把它运营的非常好的话 我们觉得这些的应该都是要换一换的 毕竟不符合现在的审美要求 接下来带大家看的是啊 整个酒店唯一的一个家庭套房 这样一个房间 跟我一起进来看一下 这个呢就区别于普通的酒店单间啊 上一方 它功能更齐全 你看进来以后 这里有一个厨房操作间啊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冰箱 再往前走呢 你看左手啊 右手各有一间特别大的卧室 后面呢是客厅餐厅 我们先到卧室来看一下 这个卧室进来也不一样 因为进来之后感觉特别的明亮 你看这个它的卫生间呢 也更大一些 淋浴间啊洗手台 都是更加的这个宽敞 再往这边走 这个房间呢还特别受欢迎 在我们拍之前的客人也刚刚退房 这个房间进来之后就感觉明亮很多 同样双人大床啊 有对面有电视柜 有衣帽柜 这边呢能够看出去 前面侧面看到这个卡伦海滩的景色 所以这个算是海景房 呃光线也非常好 这个参观完咱们看对面这一间卧室啊 它的对面这一间卧室呢 哇 它这一间也不错 一进来有一个落地玻璃窗 绿油油的山景 那我们看一下房间的配置也是一样的 右手边宽敞独立的卫生间 这边呢啊 衣柜 虽然这衣柜 看上去非常的老旧 它整个设计风格还是都差不多 都不够时尚 不够漂亮 我们只说这个房间呢 景色还行 还比较通透比较开阔 一样的这个双人大床电视机都有 这个房间好像稍微更大一点点 这边呢 这个落地玻璃窗呢 呃看上去有山景 这边有海景 所以这个景色稍稍的更好一点 那么两个房间参观完 咱们现在啊 回到见面的走廊 再往前呢 呃你看这个属于家庭套房 它还有餐厅空间 还有我身后的这个客厅空间 你看这个客厅 也是非常的通透 呃落地玻璃窗 有沙发 中间有茶几 然后这个地方呢 转角玻璃窗 它还是挺会利用景色的 在这个地方设计了转角玻璃窗 坐到这呢 看那卡伦海滩的景色 今天天气好 看出去非常的美 所以整个客厅 我们觉得亮点 就是这个转角景色部分 它这些家具 这些设计就是这个 就这样的标准 那这个地方是啊 餐厅空间 可以自己啊 准备餐 也可以让整个酒店厨师做好 送到房间里来 一家人在这里用餐 会感觉啊更舒适 更有家的感觉 这个非常好的是啊 它还有这样一个 它还有这样一个专属于这个房间的大阳台 所以这个大阳台的面积非常大 放了户外的这个餐桌椅 这个大阳台走出来的景色就更好了 山景 海景 所以这个是整个酒店 只有这一套 平常呢 他们都不舍得在线上给客人订 都是他们自己往外才能订的到 这个呢 房间呢 就是我们刚才刚好看到一个客人啊 来自澳大利亚的客人 他们就喜欢常住 像这个房间呢 他们一定啊 会定一个月啊 两个月 很喜欢这样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空间 好 这个房间参观完 咱们再看其他的 现在呢 再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酒店里面的两卧壶形的一个房间 两卧壶形的这个房间呢 在整个酒店里一共只有四套 那这个两卧的我们进来之后 看这个布局 左手边一个房间 右手边一个房间 中间这里呢 是客厅部分 进来之后是感觉非常明亮的 这里是他的一个衣柜 他的这些这个聚他们的工作人员 我这个品质还不错 虽然品质还不错 但是真的这种老旧的设计上 我觉得是需要换一下的 这里整个这个客厅呢 有两人的小餐桌 有中间有茶几 有沙发 有冰箱 微波炉 还有这个嵌入室的这样的一个小鞋子台也行 所以这个空间感还挺好的 同时呢 他这个客厅这边啊 落地玻璃窗啊 通户外的阳台 从这儿呢 也能看到外面很好的山景 这边卡伦海滩的景色 那整个客厅来说呢 是通透景色好连接阳台 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房间 这个卧室进来 整个卧室呢 也是差不多跟参观的其他几个房间也差不多的这样一个结构 中间双人大床 然后呢 这个比较好的是这个方向的这个景观窗看出去的景色非常好 又有通阳台的落地门 所以啊 采光非常好 特别通透的这个感觉还不错 那他这些的基本的这个家具部分呢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提高整个酒店的客人入住的感觉 或者是提高整个酒店的入住率的话 这些呢 还是需要换一下 整个的装修还是需要换一下的 虽然现在都是能用的 人家打扫的也干干净净 这些空调啊 这些功能也是正常的 电视也都是能用的 如果 如果新的一个业主买下来 还是需要换一下 他现在的这个价格啊 不高 现在就这样的两卧 每晚上的价格是2000泰铢 给大家看一下另外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走进来 哎 一样的感觉 跟那个完全都是一样 这个地方看的是山景 外面的景色绿油油的 确实心情非常的好 这边呢 靠墙的这些 一柜空调 这个 卫生间 这个房间 跟大家说一下 它有两个卧室 但是呢 只有一个卫生间 所以呢 也就属于这种 适合家庭 度假来使用的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它这个地方呢 是一晚上2000泰铢 真的非常的便宜 你看它的位置那么好 住在这个酒店里 不需要租车 步行 100米到沙滩 步行 几百米就可以到 整个卡轮的商业中心 有当地的小吃 当地的什么水果店 酒吧餐厅 应有 尽有 这些都是可以在步行范围内 这是它的一个优点 现在呢 带大家参观呢 是这个酒店里一室一厅的这样一个户型 这种户型呢 在整个酒店里有14套 它的面积呢 是40平方 我们进来以后呢 会看到除了这边的卧室空间 右手边这里还多了一个小客厅 我们来先来看一下这个小客厅的部分 那这个户型就是一室一厅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个小客厅呢 还是面积还不小 面积好像跟一个卧室的空间差不多大 有沙发 茶几 小冰箱 这里啊 靠窗 还有这个两人的小餐桌 整个空间呢 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每个房间啊 都做的挺明亮的 采光窗呀 落地 玻璃窗 还有一个阳台 打开以后 来到这个阳台上呢 从这里这边看到山景 前面看到海景 所以呢 还是有山有海的景观的 整个小客厅 这个方方正正的 然后呢 还有一些简单的小家具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卧室空间 卧室空间呢 也是跟参观的其他这个差不多 中间双人大床 这边呢 是它的这个镜子 然后也有一些衣帽柜 相连接的 这个只是卫生间呢 要是从这边来进哈 卫生间要从这边进门 然后整个呢 景色也不错 就从窗户看出去的 能看到一些 侧边的一个海景 配有电视机 有这个衣帽柜 这些也是应有尽有 像这样的一个房间呢 它现在的这个价格 还挺便宜的 因为待机 一晚上是1200台铸 这样一个价格 现在呢 我们出来电梯就来到了整个酒店的顶层部分 这个部分是这个酒店的一大亮点 我们来出来电梯看一下 中间这个地方呢 是整个的一个就餐区域 右手边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它的餐厅 这个餐厅呢 是在一清以前啊 是非常受欢迎的 因为这个餐厅呢 它是景色更好 在这里能够看着海景 看着山景 但是现在呢 由于生育并不好 所以这个餐厅还没有营业 我们再来看一下 餐厅部分介绍完 这边呢 右手边这个部分呢 就是它专业的厨房区域 因为要给这个客人准备这个正餐嘛 专业的厨房区域 还有呢 这个中间这个楼梯下去之后 是针对于整个楼顶泳池的一个洗手间和淋浴空间 咱们再从这边来看一下 这边呢 是它的一个吧台 整个的一个酒吧台 在一清以前 这里鼎盛的时期 这里不仅仅这个酒吧台 准备酒水 还有咖啡 然后呢 每周都会请DJ过来办party 当时的盛况还是非常好的 我们可以想象的出来 你看这里啊 群山环绕 前面呢 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景色 所以还是想象的出来 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呢 这里酒吧前面 就是它的屋顶泳池部分 这个泳池还是非常好的 这个泳池啊 面积又大 然后景色又美 你看中间这个巨大的泳池的两侧呢 分布了很多的休闲堂椅 尤其是这欧美的客人啊 他真的非常喜欢 在这里晒一下日光玉泡在这个泳池里 我们刚刚拍摄的时候 还有现在呢 客人刚刚下去 那整个的屋顶泳池部分 我们再来往前走 带大家看一下 它的景色真的非常好 泳池的中间这个地方是按摩浴缸部分 所以呢 从这儿 从这儿大家可以看到 我身后这个屋顶露台 所以说是整个酒店里大亮点 不仅仅是这个泳池呀 酒吧呀 最重要是它的景色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 它的位置 从这也能够看得出去 我左手边呢 是这边看出去是整个卡伦的中心地板 是整个卡伦的核心商业中心 有步行街 有各种餐厅 有酒吧 有商店等等 所以住在这里的客人不需要租车 他步行就可以走到沙滩 步行就可以满足他的所有的这些娱乐啊 吃饭的这些需求 整个酒店的位置还是不错的 整个酒店参观完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他的一些数据 整个酒店共六层 建于十年前 57个房间 其中呢 标准的单间呢 是有38个 25平方的 然后呢一室一厅40平方的呢 有14间 两卧的啊 65平方的呢 有4间 最大的那个家庭套房多功能的 那个套房的是只有一间70平方 所以一共是57个房间 然后呢 再带这个屋顶的露台 区域有泳池啊 有餐厅有酒吧 楼下呢 有接待大堂和一个餐厅 所以是共两个餐厅 那么整个数据介绍完 我再跟大家总结一下 我对这个酒店的看法 优点缺点 非常的明显 优点是 它的位置真的是非常的好 就我们在视频中也讲过 步行沙滩 步行购物 步行休闲娱乐 全部都可以满足 所以在这里的客人很多都是长租的 第二个这个它的优点呢 是整个酒店的房间足够多 然后呢 楼顶这个泳池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咱们说一下它的缺点也非常的明显 就是每个房间的景色还不错 但是它的基础的设施装修真的是太过老旧 地板砖的颜色都参差不齐 家具床呀 这一些完全不能满足 现在人们对这种精品酒店的一个审美需求 因为周围这样的酒店众多 如果这种设计老旧的房间内部 很难在周围里面脱颖而出 所以呢 接手如果想要投资这个酒店的 一定要重新做一下翻新 利用它的一个位置优势 才能更好的进行运营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业主的报价呢 是2.8亿 同时呢 它给大家准备了 在疫情以前 它的一些运营数据 是真的非常好 一年整个的租金收入 能够达到5000多万态租 但是我认为这个数据参考的价值并不大 因为疫情以后 整个普吉岛的旅游市场结构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很难再猜考之前的数据 那么现在呢 它也不是没有价值 像我们说的 它的位置真的非常好 如果懂运营 然后翻新以后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投资的一个项目 但是呢 对运营人的能力的考验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有这些专业的经验 对这个酒店感兴趣的话 可以尽快的跟我们联系 业主的这个2.8亿的价格是有商谈空间的 这期视频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期见